Hello,大家好 继上支影片介绍在Steam Deck安装游戏启动器 游玩非Steam的游戏 这次介绍如何将这些非Steam的游戏 单独加入到游戏库里 让你在掌机模式下 直接点选游戏,直接玩 仿佛就像在玩Steam里的游戏一样方便呢 是吗?明明就越来越作死 我就看你怎么搞 还不晓得如何将游戏启动器 安装在Steam Deck上的朋友 可以先参考我上支影片的介绍 相关资讯会放在右上角资讯卡 或者下方影片资讯栏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做死折腾下去吧 首先示范BattleNet的 暗黑破坏神2 浴火重生 找到之前安装或会入食游戏的存放位置 像我是把游戏放在SD卡上 就读取SD卡的资料 进去游戏资料夹 找到游戏的执行档 比较讨厌的是 有时候游戏资料夹里面 会不止有一个执行档 得自行确认哪个才是正确的执行程式 而且每个游戏执行档的位置 都不一样 也是得自己找 像是这游戏 里面的DR.EXE 只能离线本地游玩 若要连上线打打天梯 就要用下面的 DiabloResurrectedLauncher.EXE 才是正确的执行档 对着游戏执行档按右键 选择Add to Steam 回到Steam界面 对游戏按右键打开相容性 然后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把这串参数复制到游戏启动项里 参数里的数字对应的就是游戏启动器的相容层资料夹 我会把相关资讯放在影片资讯栏 参数复制好以后 再启动项贴上 接着我们要把里面的数字 替换成该游戏启动器的相容层号码 比较快的方式 是从游戏库找到该游戏的启动器 右键查看它的捷径 把里面的相容层资料夹数字复制起来 然后替换启动项里的数字 这项参数的意思是 用该相容层里的资料来开启游戏 游戏开启时 才能找到启动器的资料 连同启动器一起开启 设定好后 先打开试试 不过BattleNet比较特别 还是需要自己点选开启游戏 才会真正进去 无法达成直接一键启动的目的 看来是没有问题了 先把游戏名称更改一下 我每次都忘记顺便改 再来示范Epic的游戏 在上一支影片 我有提到在掌机模式下 暗影火炬城总是无法开启 后来我重新启动Steam Deco 就正常了 有点莫名其妙 一样 找到游戏的安装位置 我放在SSD游戏分区里 这游戏执行档居然这么好找 非常好 右键选择Add to Steam 回到Steam界面 右键打开相容性 然后要再启动向贴上参数 我直接拿其他游戏的参数 复制过来 把参数里面的数字 替换成Epic的相容层数字 找到Epic启动器 右键打开 从捷径复制过来 执行游戏试试 看来也是没有问题 修改一下名称 这些启动器里 比较特别的是GOG 似乎因为游戏DRM Free 没有加密的关系 用游戏执行档进入游戏 就算启动向添加参数 也无法跟GOG启动器联动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无法启动云端存档服务了 所以想TGOG的游戏 单独加入游戏库 就要注意到这点 找到Cyberpunk 2077 执行档右键加入Steam 找个设定好的游戏参数 复制过来 贴到2077启动向里 既得打开相容信 再找到GOG启动器的 相容层数字复制起来 把数字替换成GOG的启动器 这样就可以了 顺便修改一下名称 这次我终于记得了 GOG的游戏 如果很常在不同平台间游玩 很需要云端存档服务 就还是建议用启动器来执行吧 不然就是手动转移本地存档 来到掌机界面测试 这是Epic的游戏 游戏执行档 直接加入游戏库 参数设定 指向Epic启动器 就可以跟Steam游戏一样 直接执行 再来测试GTA5 我的是Rockstar版 也设定成跟Steam版一样 可以直接执行了 Ubisoft的游戏也没有问题 是不是觉得超麻烦呢 如果实在不喜欢如此繁琐操作的话 那可以针对Epic跟GOG两款启动器 改用Heroic启动器 打开软体中心 搜寻Heroic 把Linux原生版本的 Heroic Games Lanature启动器下载下来 下载好以后 打开程式 Heroic 最近有更新界面 假如是使用新版的朋友 可能会跟目前看到的有点不同 我拍素材的时候是旧版 所以就将旧点看吧 打开以后 先进入Settings 把语言更改成中文 可以看到有很多设定选项 主要只需注意几个比较重要的极客 像是预设安装路径 可以改成自己习惯放游戏的地方 以及底下的Wine Prefix资料夹的位置 Wine Prefix就是所谓相容层资料 就好比Steam的Compact Data里 各游戏虚拟C槽里的那些资料 一些游戏的本地存档 就会被放在这里面 Game Defaults游戏默认值的设定 这里比较要注意的是 假如在游戏安装时 把该预设值选项打勾 那些打勾的游戏 它们的相容层资料 似乎都全部一起放在同一个资料夹里 也就是上面这个资料夹位置 我通常都不打勾了 习惯各游戏的资料都分开管理 假如出问题 比较好单独处理 底下的Wine版本 也就是相容层版本 这里要注意一点 假如刚安装好 要先在这里点选任何一个版本 像我现在打开Wine路径是空的 虽然上面显示 已选择了Proton Experimental版本 但其实城市预设上 是还没有资料的 随便选择一个版本 才会在底下路径留下资料 否则启动游戏时 只会显示没有Wine资料 而无法开启游戏 我刚开始使用时 也是没搞清楚这点 搞得一头雾水 至于上面出现的 是Steam客户端程式里的Proton版本 我还有T-Steam安装其他G Proton 在这里也可以使用 因为它同时会搜寻许多相容层 可能安装的地方 底下这些设定 我顶多就FSR打勾吧 进阶跟Log基本上就不用管了 一般设定这里 可以把自动加入Steam的功能打开 这样游戏安装好后 就会自动添加到Steam游戏库里 方便在掌机下游玩 先来登录一下 Epic跟GOG的账号 登录后就可以看到 所拥有的游戏 登录好以后 游戏都列出来了 从Epic摆跑了好几个游戏 但有人戏称是麦克兹换来的 谁叫他名声很臭呢 忘了说明一下Wine管理员 可以直接从这里 下载不同版本号的 GE Wine跟GE Proton来使用 简单说一下 Wine就是相容层 应该是最早出现的相容层代号吧 后来V社就从Wine 自己发展出一个分支 也就是Proton专门针对游戏做优化 然后就出现GE Proton跟GE Wine两分支 两者皆发展自非官方社群 GE Proton会比较针对Faceteam的游戏 尤其是Heroic上的游戏吧 GE Wine会对另一款游戏启动器Lutris 提供比较大程度的支援 我有试用过 Lutris可以支援更多大大小小平台的游戏 但是不支援中文 而且感觉蛮多bug的 用起来不是很顺手 后来就放弃使用了 对Lutris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直接从软体中心去下载试试 关于Proton的资讯 目前我查资料的理解是这样了 不晓得有没有讲错 反正V社的Proton跟GE Proton 其实足以应付大部分的游戏 它们两者都不能玩的游戏 GE Wine大概也不行 接下来示范装几个游戏试试 Moving Out胡闹搬家 我游戏已经准备好了 点选安装 底下就有导入的功能 我把游戏放在SSD游戏分区 选择好好验证一下 就可以直接完了 是不是很方便 还会帮你加入Steam游戏库 不过各位可以注意一下这里 我那时候就是忘了先选Wine版本 让它产生路径 所以目前安装的游戏 这里都只显示Why Not Found 后面就会示范发生什么事 再来安装个Overcooked 2 胡闹厨房2也是直接用导入 相传这是个会害朋友间产生嫌隙 男女朋友闹分手的游戏呢 又是Not Found 再来装个GOG的游戏 Steamworld Dig 2 蒸汽世界挖掘2 还没玩过装装看 先等它读取一下资料 看看游戏大小 嗯 小游戏 就是你了 而且居然有Linux原生版本 那就装Linux版本的试试 这时候我想看一下云端存档功能 就产生错误讯息了 Why Not Found 假如直接执行游戏 就同样会出现Why Not Found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先到Game Defaults游戏默认值 调整一下版本 让系统读取到Wine路径 至于这些Why Not Found的游戏 就直接到游戏设定里 调整一下Wine版本就好了 可以看到这时候 才真正跑出资料 这样游戏就可以执行了 再来看这款蒸汽世界挖掘2 因为是Linux原生版本 所以就不需要相容层资料 基本上执行是不会有问题的 使用Fearowake 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云端存档服务 这项功能目前还在测试阶段 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问题 就说说我目前遇到的情况吧 假如该游戏有支援存档同步 那么可以在这里看到讯息 不支援的会显示Unsupported 有支援的游戏 预设显示已禁用 要启用 可以到左边游戏设定 找到存档同步选项 假如是使用新版的朋友 则游戏设定会在这里 其他地方倒是没多大改变 进来以后 一到最底下 就可以看到存档同步功能 正常情况下会自动判别本地存档可能的位置 最底下打勾就能启动自动同步 也可以手动上传跟下载 或者忽略本地和云端的存档强制覆盖 只是我试的结果还是得做些设定才会比较正常 像是胡闹厨房2 它预设的存档路径是无法使用的 手动下载会跑出错误讯息 我是自己找到存档路径贴到上方栏位才可以使用的 存档路径也可以依照它原本提供的路径为依据来寻找 而且要它能自动同步 我试的结果最好先运行一次手动下载才会比较正常 更改路径后就下载成功了 至于底下的红字不知什么意思 反正我后来测试是会自动同步的 然后测试GOG的游戏 2077它自动抓的存档路径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但自动同步没作用 我后来也是先手动下载存档 然后再测试自动同步功能就正常了 之后在Steam Deck上存的档 在PC端也有看到 所以用Heroic的朋友 若要启动同步功能 最好都先按一次手动下载 如果路径没问题就能抓到存档 出问题就自己找到存档路径贴到上面栏位 之后自动同步功能大概就能正常使用了 但关于2077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若PC端启用跨平台存档 那Heroic这边是读不到跨平台存档的哦 因为这项功能只有启用GOG启动器的情况下 才能使用 所以建议PC端把这功能关闭 不然那些存档 Heroic都无法使用 同样来到掌机试试 打开Heroic自动加入到Steam游戏库里的游戏 只要相容层有支援这些游戏的话 基本上都不会有问题 至于那些在Steam购买 但需经由第三方平台开启的游戏 现在Steam Deck都已改进到 会自动将这些第三方启动器 安装到它们各自的相容层资料里了 游戏安装好后 第一次执行会历经安装启动器 登入启动器的步骤 但只要在登入时选择自动登入 之后基本上也都可以直接进入游戏了 比较麻烦的是掌机模式下 要登入启动器不是很好操作 得靠触控板模拟键鼠操作 所以一般这种游戏 Steam Deck都只会判定成黄标 不过实际上很多游戏都可正常执行 或者也可以先在桌面模式安装游戏 完成登入启动器的动作 之后再到掌机模式游玩 在下支影片 就会专门介绍快速搜寻图片的方式 这次就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